王一博年底营业了,开心的锣鼓敲起来,我们的爱豆博子哥出来炸街了,兴奋一下,让我们一起感受一波波天的快乐吧。 看到王一博年底的行程表,有种莫名的兴奋,没办法,夸不完,看不够,开心的心情溢于言表。 都说年底了,王一博中爱冲业绩,玩任务,这一年下来,你可知道,这是收获的一年,满载而归,名利双收。 话不多说,直接上干活,年底的快乐,从我们即将看到新鲜的红毯开始,那就是,王一博会亮相爱奇艺尖叫之夜,带着开年大戏,长风破浪,而来。 这次的王一博,势必会有一个惊喜的红毯造型,准确说,可能是一到两套,没办法,就是这么精彩。 这么多品牌,都希望和王一博合作,凡是他上升过的单品,款款都是大爆款。 行走的衣架子,时尚圈都颤抖的男人,一出来就是,万众瞩目的焦点,就是这么有魅力。 平时我可以休闲又随性,但凡我们精致起来,那就是天际层,你有的可比吗? 时尚这种东西,看的,还是气质和身材。 除此之外,那就是王一博出圈的作品《无名》,入围澳门电影节。 无一例外,王一博会携手成尔导演再度奔赴,拿奖继续走起来,就是这么让人骄傲。 都知道年底了,各大跨年晚会成为我们翘首以待的。 每年的这个时候,王一博连续多年都有自己的新歌和舞台,这次也不例外。 每年一首新歌,一个崭新的舞台,这次王一博的新歌也会暗时报道。 我们可以稍微期待一下,会是慢歌还是快歌呢? 说起来,去年的《像阳光一样》呼唤春天,展望未来,给了我们不一样的心境。 如同阳光一样,在这一年中,王一博用作品照亮了自己的电影之路,也为我们打开了新的视角认识他。 很有寓意的歌曲,同样也想知道下一首歌会是怎么的方向,一个阳光灿烂的开局。 下一步就是稳扎稳打,走演员道路的王一博会用何种方式表达自己呢? 听闻这次跨年,王一博会回到老东家湖南卫视跨年,一波感叹和情怀都会涌上心头。 天天兄弟啊,回家了,团圆了,说到这里,瞬间泪奔。 指住我这不值钱的泪水,继续我们啵啵的行程分享。 那就是说到让我们开心的事,王一博热爱的是,回归这就是街舞第六集。 虽然这次没有作为常驻嘉宾,可是总决赛他,还是会回去。 街舞是王一博的领地,这是他高光时刻,更是他把自己的光和热都奉献出来的东西。 他岂会不出现呢? 会带着不一样的舞台亮相总决赛。 街舞中的王一博,从未让人失望过。 我们颇天的开心,就是看他的舞台,听他的解读,看他跟舞者的交流,还有是不是的小表情。 行程就是行程,一个小表格而已,看到新鲜的王一博,这颇天的开心,想想都会越开花。 王一博的《冰与火》在江苏卫视播出后,没想到直接拉高了收视率,如今直接登顶卫视收视榜。 王一博无疑成了炙手可热的演员。 万万没想到,《冰与火》时隔一年后才上电视播出,还是在江苏卫视。 很多人并没有太多看好收视率,赞助更是没有几个。 刚开始播出的时候,大部分都是王一博的粉丝在安利,甚至都没有好好宣传。 就是在这么一种情况下,居然开播没有几天,收视率飙升,直接把江苏卫视的收视率拉高到地方卫视的头部。 这颇天的富贵,来得有点突然。 一时间让江苏卫视目瞪口呆。 随之而来的就是赞助。 没想到啊,一不到一周,赞助商蜂拥而至。 从刚开始,一两个直接飙升到二十几个,发财了。 这让电视台都按捺不住的惊喜,乐开了花,这是捡到宝了吧。 没办法,谁让这部剧质量过硬不说? 而且还有王一博呢? 老少介宜的演员,一出来就招人喜欢,剧情越高光,收视率就越高。 好多人看了都说,就喜欢陈宇那股劲。 吃到甜头的江苏卫视,火速增加了白天播放的时间,这么多的赞助,不得一个一个播呀。 如今好了,各大卫视都在酸,早知道提前预定王一博了。 昔日的芒果台,作为出品方,都没想到会有如今的好成绩。 手里,握着王一博这个大IP,却从来不知道如何用,失策了。 说到这里,我们不得不说一句,王一博选剧的眼光是真的好。 这个角色给予的加长很大,形象好,气质佳,剧情紧凑,人物鲜活。 这部剧,让我们看到了王一博的多面性,缉毒警察给我们的印象很神秘。 王一博饰演的陈宇,很有年轻一代警察的情怀,很容易抓住观众的心,自然会增加观众缘。 这部剧非常适合在电视上播出,可惜去年首次播出就是空降,更是经历了太多的不义。 一次次的审批后才网播的,毕竟万事开头难。 当时不少人说,能够播出,已经不容易了,没想到好剧的福气在后面。 哎呀,开心的心情,溢于言表。 感叹一句,王一博的这一年,是收获的一年,三部影片上映,高品质输出,选的作品频繁拿奖不说,给予的加成可是巨大的。 如今,冰与火又获得如此好的成绩,下一部剧长风破浪又会上映,一年下来,感觉都在围着王一博传。 王一博在事业上的选择,很有自己的格局和眼光,角色从不敷衍,作品都是精挑细选,规划也是明确。 没有太多乱七八糟的事,一心搞事业,这种艺人,娱乐圈多一些才好。 别说跟王一博合作过的人都赞不绝口,都喜欢再度合作。 实力和人气,流量和热度,他会代飞作品,代飞合作者,代飞周边的人和事,利益于多方,谁不喜欢。 一,王一博晒出爸爸的照片,引发网友热议。 近日,人气偶像王一博在社交媒体上,意外晒出了一张与爸爸亲密合照的照片,引发了广大网友的热议。 眼见的网友发现,王一博和他的爸爸长相十分相似,甚至有网友质疑王一博可能整容。 而这次晒出的照片,正好打破了这一谣言,引起广泛关注。 二,王一博爸爸帅气亮相,证实家族基因优势。 王一博晒出的照片中,他的爸爸身材高大,气质非凡,与王一博相似之处,令人震撼。 王一博爸爸长着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,颧骨高挺,五官线条分明,被网友一致评价为帅气型爸爸。 这一形象的出现,证实了王一博的颜值来自于家族的基因优势,而非整容所致。 三,王一博的幸福家庭背后隐藏的投胎小能手。 除了引发外貌争议,王一博晒出的照片,还让网友对他的家庭背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 据了解,王一博是一个拥有幸福家庭的孩子,父母对他的成长给予了权力支持。 而在这次晒出的照片中,网友们除了看到王一博和他的爸爸的亲密合照之外,还注意到了一辆豪华跑车的存在。 这辆跑车被网友戏称为投胎小能手,暗指王一博拥有富裕的家庭背景,得到了家人的满满支持。 四,王一博宣传正能量,用行动践行偶像责任。 作为一位年轻偶像,王一博时刻保持着积极向上的形象。 他将个人成功,归功于家人的支持,这种正向的认知,深受年轻粉丝的喜爱。 通过晒出与爸爸的合照,王一博向社会传递了幸福家庭的重要性,并鼓励更多的年轻人要珍惜亲人的陪伴,用行动践行偶像责任,传播正能量。 五,王一博事业愈发辉煌,家庭幸福成为坚实后盾。 王一博不仅是一位颜值与才华并存的偶像,也是一位事业发展迅猛的年轻演员。 他出演的各类剧集和综艺节目均备受好评,为他带来了大量粉丝。 这一切的背后,王一博坚实的家庭支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 父母一直给予他鼓励和支持,让他在事业的道路上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。 家庭的幸福成为王一博事业愈发辉煌的坚实后盾。 结语 王一博晒出爸爸的照片,打破了他整容的谣言,也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他幸福家庭背后的支持与爱。 他的爸爸亲切而帅气的形象,证实了他颜值出众的家族基因,而家庭的温暖支持也使得他事业蒸蒸日上。 作为一位偶像,王一博传递的正能量和幸福价值观,不仅影响了年轻粉丝,也为更多人树立了榜样。 我们期待着王一博在事业的道路上继续向前,同时也希望他的家庭永远幸福安康。 节目最后,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,follow一下。 本频道专注王一博作品《资讯与综艺》,一起为宝藏偶像打扣。